大众请起立 好,我们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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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如何认识佛教 尊敬的主义同修 无法大德 大家晚安 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学习 如何来认识佛教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八点半了 实在讲时间有一点晚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 这个认识佛教呢 顶多给大家能够上到九点 九点十分最长的 所以大家好好啊 来真实这个时间 好好来学习 刚才有听这个地伦呢 说这个里面的稿子呢 来不及做 其实啊 我昨天给的这个内容啊 很多 分为三个讲课 那个里面的资料 可以作为三次的讲课 三次 所以没关系 你放心 里面的这些 我们慢慢来给大家 讲一讲 上一次呢 我们停止了两个星期 给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认识佛教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现在在这个环境啊 无论你是哪一个种族 你是哪一个部落 你是哪一个国家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 希望 一种愿望 特别是现代的年轻人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时代 希望在社会上能够事业成就 不但事业成就 而在这个生活里面 能够过得乐观 健康 快乐 幸福 无忧无力的生活 所谓的安居乐业 所以很多人都在寻找 这一种的宝藏 每个人都在寻找 寻找这样的生活的环境 有这种的幸福美满的生活 其实呢 其实这些宝藏都是在我们的眼前 而且这些宝藏啊 在佛教里面呢 通通都有的 只是你们没有发觉 你没有去发现 这些宝呢 在佛教里面呢 讲得非常的清楚 讲得非常的明确的 只要你认真去学习 你就能够得到了 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过去 欧阳敬母先生 曾经讲过一句话 二十一世世纪 佛教是今世所必须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 我们在这个生活环境 佛教对我们人类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能够帮助我们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说明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明的就是 上一次简单给大家简单解释 佛教里面的一些 佛门里面的一些名词 第一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明的就是 觉悟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正觉 第一个我们给大家解释过了 就是觉 觉有正 也有不正的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正觉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在佛法里面首先要正觉呢 为什么呢 因为正觉里面呢 有无我 这个我用一般来讲 比较浅来说了 就是说的你内心的自私自利 只要你那个内心的自私自利没有了 那事情就容易办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学佛功夫用不上呢 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念佛不能得力呢 有一些人还没学佛之前还好的 学了佛之后好像很多烦恼 不但越学越烦恼 没有越学越快乐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的内心都是有我直我见的存在 就是那个我的存在 那个内心的我 因为我你才会有烦恼 因为我你才会有贪心 因为我你才会有称慧 因为我你才会有嫉妒 因为我你才会针对 因为我你才会不高兴 你会感觉厌恶 不欢喜 讨厌 种种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 你要先把这个我 先把它解决 因为这个我是你的病 就好像我们这是个身体 这个身体生病了 你要看医生 医生是谁 医生就是好像佛一样 佛告诉你 你要把你的病治好 你要把你这个我 一定要把它克服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病 不但身体有病 心都有病 而这个病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直 我见的存在 因为有我嘛 你才会有烦恼嘛 因为你有我 你才会计较这个 计较那一个 所以佛告诉你 唯有无我 众生才会有能力 辨别真妄 什么叫做真妄呢 这个讲的比较深了 大家要好好去 去留意 什么叫做真妄 真 用一般来讲 你能够辨别 哪一桩事情 会带给你快乐的 你能够辨别 哪一桩事情 会带来痛苦的 你有这个能力去辨别 哪一件事情 我要避免的 哪一件事情 我要去面对的 这个就是你的能力 就是你的真妄 你有能力辨别 辨证 怎么辨别 什么叫辨证 简单来讲 你今天走的路 是不是正确的 你今天走的路 是不是不正确的 你有这个能力去辨别 像我们五界里面 叫我们不可以什么 其中一条不邪影 你今天能够好好学习佛法 你能够辨别这一条 邪影 会带来什么 不但带来将来家破人亡 会带来对自己的伤害 对别人的伤害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很多 你能够辨别 你今天你走的路 是不是好的 你今天走的路 是不是不好的 你有这个能力 还有你能够辨别是非 你能够辨别 这个是对还是错 我今天我的行为 我的言语 我的所作所为的 是对还是错的 我今天是不是害人 我今天还是帮助别人 你能够有这个能力辨别 所以称为什么 称为厉害 因为很多人 有时候在言语当中 天天都在伤害别人 自己都不知道 甚至很多人在行为上 每一天 跟朋友 处事 待人去 天天都在伤害别人 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用简单给我们说明 你只要你的内心 没有这个无我 没有这个自私之理的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你的这个人生 所过的人生 你的生活 你的起居 所作所为的 你跟一般人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佛 首先正觉很重要的 就是把你的那个我 只要有我的存在都是不好的 而且这个不好会带来自己 给自己能够生病 必须要把它划除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所以今天呢 佛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我见 你没有把它放下 你的自私自利 没有把它放下 看破了 我们决定没有这个能力 去辨别 无论你怎么学佛 无论你在哪一个社会上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地位 无论你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永远不会有快乐的 你永远不会有幸福的 因为这个我的存在 所以在社会上 很多人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 以为自己修了很多的功德 是不是真的功德吗 是不是真的 是好事吗 我看不一定 我们要知道 尊敬的 很多人在哪里 修功德 做好事 很多人 看起来好像在做功德 好像在做好事 到最后呢 堕落在哪里 在山土啊 什么原因呢 都是四肢而非 不是真好事 能够看得出来 不但将来不好 眼前都是不好 看起来好像是一桩好事 事实上都是搞是非人物 明文立仰 自私自立 贪嗔是满 这些都错了 我们的眼睛好像看起来好像在做好事 这个人很好 那一个人很好 他是一个大好人 他是一个大好人 他真的是大好人吗 他真的是做好事吗 他真的是一个大善人吗 不一定哦 你看过去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中国有一部连续记着 很有名 我小的时候常看的 很有狭义感的那种 叫做包青天 有没有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 包公嘛 那个脸的都是黑黑的 狭义的那样 那个那个 你在YouTube也可以看得到 你看那个包公 里面的那些公安 抓的都是哪些人 都是那些有地位的 有名望的 有权威的 而且在社会上 都成为这些人都是大好人 大善事人 大善人 但是最后被包公抓了 一一都是出事了 就被砍头了 什么原因呢 他不是大好人吗 他不是大善人吗 那为什么包公要抓他 后面所做的 都是伤天害地的 真的啊 你看他前面看得好像是好人 做好事哦 但是后面你去看一下 所作所为的都是自私自利的 都是贪欲 都是称慧的 就是名文里样的 所以要辨别啊 所以善这一个字 就是说你要做好事 你要做好人 你要做善人 善这一个字 好事这一个字 在佛教里面呢 它是有标准的 你不是想来做好人吗 真正的好人 真正的善人 真正的好事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佛告诉我们 在敬业三福里面 第一福 你能够符合这个标准 你才是真正的大善人 你才是真正的好人 你才真正的做好事 行好事 第一福是什么呢 孝养父母 你才是大善人 奉仕师长 什么叫做奉仕师长 你能够把佛陀的教委 落实在生活 佛教我们不可以做 我们就不能做 佛教我们要听话 那你要听话 你就是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死善业 这个是一个大善人的标准 这个才是好人的标准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 如果除了这个标准 你所做的善都是假的 真的 除了这个标准 你所做的善都是假的 所以很多人 问师傅 我想做好事 好事要在哪里做呢 好事在你的眼前 每一分每一秒在一切处一切时 你都能够落实的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师父啊 我们这个佛教的道场 我们看 我们这个佛教的道场 做慈善事业 你说好不好呢 你说我们来到这个道场 我想要做这个慈善事业 你说好不好呢 也不一定好 不是供养三宝 功德很大 对啊 你用什么心来供养啊 你用什么心来护持啊 你看很多人来到这个道场 到最后 都是搞什么呢 搞明文立养 搞是非人我 有没有真实在 在学习佛法呢 不要说外面 说我们自己 你们有没有真正在学佛 我告诉你们 没有 只是在表面上上功夫而已 没有真实在学佛的 所以你感觉啊 你做这个慈善 做得很好 帮助这个社会 社会又给你奖励 不但社会给你奖励 国家还会给你一个大扁 而且把这个大扁又挂起来 为什么会给你大扁呢 给你奖励呢 因为你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这个是不是好事 看起来是好事啊 事实上呢 是错事 为什么呢 错在哪里呢 这佛堂不是叫我们做好事吗 为什么错事呢 不是说来到佛堂 你要供养吗 你要护持吗 这个不是好事吗 看到法师 法师我供养给你 我修福 看到道场有功德乡 我放在功德乡 修点福报 当然好事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教道场啊 办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今天建这个道场 我们这个道场的宗旨是什么呢 不是要跟大家来争 也不是跟人家来拉心土的 你要学就来 你不学许远啊 对不对 我们今天建道场不是为了发财的 我要建一个很大的道场 我要建一个很壮观的道场 我要把这个道场啊 把这个信徒啊 各个都在我的管辖之内 这个就是学佛吗 这个建道场吗 这个建道场的目标吗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一生三一一波 树下一树 他有没有跟我说 我今天我要建一个大道场 释迦牟尼佛没有啊 今天释迦牟尼佛如果想要建道场 很简单啊 他的弟子都是国王 十六大国就是他的学生 他想要建道场很容易开一个口 不难 但是为什么他老人家不做 做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看 今天我们佛教的道场要变什么 要办什么 办教育啊 如果连这个地方连这个基础 基本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们学佛有什么目标呢 有什么意义呢 学佛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办什么 本分的事情 什么叫做本分的事情 就是教你做人 人做好你才能够值得 才来做佛嘛 人都做不好了 你说我今天想要念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行吗 你把人都做不好了 你想将来在这个生活上 你能够过得幸福吗 你能够过得安心吗 你能够过得健康 你能够过得快乐吗 不可能的是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一定要明白 能够辨别真望学正 是非厉害啊 我们看下面的 所以我们这个道场 道场的宗旨 道场之可贵 目的目标 就是要帮助我们破米开悟的 只有破米开悟 才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了 只有破米开悟 你才能够过得安心快乐 自在无忧无虑的 为什么我们活得很烦恼 因为你的心已经迷了 所以你活得很辛苦 所以我们一个道场 必须又有一个宗旨 要有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呢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说明了 我们看下面 记得 我们到一个道场 首先我们要明白 我今天学佛 目标是什么 我今天来到这个道场 我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我今天我念佛 我的目标念佛是什么 你要清楚啊 你才不会走错啊 像现代这个佛教 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 这个佛教有各宗各派的 而且这个各宗各派 每一个道场啊 都有他的宗旨 都有他的目标 像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家庭 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的 的目标 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每一个道场都有他的方向 都有他的目标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想要学佛 你要学佛能够成就 不能把这些混合在一起的 你不能把它混合在一起 你会搞乱的 因为这样学习啊 会搞乱 而且到最后 学不到东西 真的耶 你学不到东西来的 比如说 第一个 比如说我喜欢念佛 那你要到哪里去呢 你要找那个净土中的道场啊 净中的道场啊 比如说我喜欢修禅 你要到修禅的道场啊 你去那边学 去参禅 你要学秘 你要到秘中的道场 你喜欢做那个慈善事业的 词系功德会有啊 你到慈系功德会去做 你不能把它混合在一起啊 等一下我要念佛 等一下要去做禅 等一下要学密 等一下要忙起做慈善事业 忙到最后呢 一个都不会成就的 自己就乱了 不但学不到东西 你看 就得不到快乐 所以一定要有个宗旨 要有一个目标 你学佛呢 才会有一个得到的成就 就好像我们学画画一样 你要一门深入 怎么样把这个画画学好 你不能等一下要学画画 等一下要学钢琴 等一下要学吉他 等一下要学什么音乐 等一下要学这个跳舞 等一下要学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开车 学什么 全部一大堆 到最后没有学一个成就的 所以我们学佛 特别是初学佛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方向 绝对不是心量狭小 我们不是心量狭小的 不是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目标就是要接引出击 这些出学佛的人 要指导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样学习一定会有成绩啊 特别是现代这个大时代 所以一个道场 一个道场 我们看下面的 所以一个道场 要得到诸佛 护念 龙天的 拥护啊 没有那么容易的 一个道场 为什么呢 你要真正的正法 真正的修行 真正利益一切众生 你才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 才能够得到护法龙天的保佑 这个全部都是靠自己修来的 像你今天你想要过幸福 你想要过那种快乐 乐观欢喜的生活 你要靠别人 是不可能的 你要靠外表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有一对夫妻 天天吵架 为什么会吵架呢 比如说我太太 我今天尝尝祈求 我的先生 你要怎么样 我要对你的祈求 我要对你的希望 到最后呢 只有失望 结果呢 好了 只有苦 没有快乐 你不相信 你问问对那些 有家庭主妇的 你对你的先生 有什么的期望 哎呀师父 他能够早点回家听话 那个已经不错了 还有什么一类是希望 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 我们常常往外表去寻找这样的快乐 你希望护法隆天来加持你 你希望诸佛菩萨来护念你 你要靠你自己啊 你想要找到一个快乐之路 幸福之路 没有别的 靠你自己 怎么靠呢 靠你自己觉悟 所以正等正觉 一定要破什么呢 破一品无名 你能够突破了 你就正一分发生 这个时候 你对于宇宙的人生的见解 看法 想法 跟诸佛如来 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这个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正等正觉 这个就是佛教的名词 什么叫做觉 什么叫做正觉 正等正觉 他跟那个佛的境界已经接近了 但是还没成佛 到什么时到呢 到什么程度呢 下面会慢慢给大家讲 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破 一品无名 你的智慧 你的觉悟就圆满了 一丝毫 缺陷都没有了 你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正得无上正等正觉了 你就是正 你不是哦 因为你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在佛门里面称为什么 称为佛陀 你就是佛了 所以无上正等正觉 一般我们称为叫佛陀 那如果今天你正得正正等正觉 在佛门里面称为你什么呢 称为你是菩萨 称为你是菩萨 所以佛陀 所以佛教啊 这些名称都是 有教法的 那如果你正得了正觉 称为你什么呢 称为你是阿罗汉 称为你是阿罗汉 所以阿罗汉 菩萨 佛陀 在佛教里面的名称 他是又有程序的 所以佛菩萨 阿罗汉 他都是人 他不是神宣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学佛的弟子 不能不知道 只是他们在觉悟的那一边 佛菩萨阿罗汉 他们现在在哪里 在觉悟的那一案 他们已经解脱了 不会有再苦了 那我们为什么称为反夫呢 因为我们都在迷惑 在迷惑的这一案 所以你的生活才会这么苦 所以佛菩萨阿罗汉 这三个名词 在佛门里面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是专门对某一个人 佛 佛很多 菩萨 菩萨很多 阿罗汉 阿罗汉很多 就好像什么 好像博士这个学位 博士 碩士 这个学位 协士 都是普通的名词 像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 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一个人 他不是 整个虚空法界 释迦牟尼佛太多太多了 那你今天要找哪一个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吗 为什么会这么多 释迦牟尼佛以前2500年前不是在印度 出现的那一刻吗 那不是释迦牟尼佛 对啊 事实上是这样讲 理上不是这样的 释迦牟尼佛太多了 你看那个过去唐朝 唐朝啊 在这个道宣律师的故事 我们中国啊 是律中的祖师 道宣律师 大家对道宣律师有没有印象 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不知道 哎呀 师父道宣律师我也不知道 好 道宣律师啊 他是我们中国佛教的律中的祖师 他很有名 他已经在山上修行的时候呢 谁来供养 他在山上修行 谁来供养 天人来供养 所以他不用煮饭 也不用出去画脱波 也不用去准备 今天我要煮什么 我今天要吃什么 也不用 谁来供养 天人来供养的 为什么天人对他这么互持 因为他慈见 绿中嘛 那有一天他问这个天人 他说你认识释迦牟尼佛 他天人讲我不认识 释迦牟尼佛啊 有出现在印度那个释迦牟尼佛 哦那个释迦牟尼佛到处都是释迦牟尼佛 到处都有 在譬如 我们说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一个人 不是哦 观世音菩萨也是太多太多了 就好像我们讲这个博士 是不是一个人 不是啊 博士是不是一个人 不是 比如说博士有 有理科的博士 有工科的博士 有医学的博士 有哲学的博士 而且每一种类的博士里头人数多的不得了 那你要找哪一位博士呢 医学的博士也很多 哲学的博士很多 你要找哪一位博士 你要找哪一个哲学博士 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认为 我们看下面 所以今天我们认为啊 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就是某一个人 那你就错了 我们一定要晓得 观世音菩萨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大慈大悲的 所以叫做观世音菩萨 但是我们要清楚啊 大慈大悲的菩萨 很多啊 你要找哪一个啊 大慈大悲的菩萨很多啊 比如说文殊圣灵菩萨 他也是大慈大悲啊 普贤菩萨 他也是大慈大悲 地藏王菩萨 也是大慈大悲啊 米勒菩萨 也是大慈大悲 无量无边虚空法界 一去做菩萨 他都是大慈大悲的 那你要找哪一位呢 像观世音菩萨 代表什么 大慈大悲 今天你能够把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落实在生活里面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今天能够把 地藏菩萨的愿力 尽效到 不仅仅孝敬你的父母 而且孝敬一切众生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我们看下面 很多学佛的人在佛门里头 很多哦 把这个佛菩萨的名词啊 都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啊 什么叫做佛 什么叫做菩萨 什么叫做阿罗汉 他都搞不清楚啊 你不相信你问问 你的范围的人 或者你问问你的妈妈 问问你的父亲 或者你问这些年轻人的 你问他 菩萨是什么 他能不能打出出来 他打不出来啊 也搞不清楚 也说不清楚 你问他 菩萨是什么 你看我们的年轻 青年团的 你问他 你问他 菩萨是什么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能够说清楚的 反正啊 这个菩萨 那个菩萨 大家都搞乱了 都说不清楚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以为都是一个人 不晓得这个里头 是无量无边的 是无量无边的 那比如说 我们看下面 佛在无量寿经 告诉我们 大家很熟悉啊 哎呀 大家有没有读过 无量寿经的 老人家可能有 年轻的 青年团的 我相信没有 无量寿经是什么 他也搞不懂 什么叫做 阿弥陀经 他也搞不懂 什么叫做 阿弥陀佛 他也搞不懂 什么叫做 释迦牟尼佛 他也搞不懂 搞不懂要学啊 你不学行吗 如连你的老生 你都不认识了 你学什么佛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连阿弥陀佛 都不认识 你念什么阿弥陀佛 你喜欢观世音菩萨 你对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认识清楚吗 你喜欢读地藏经 你对地藏菩萨 有了解吗 我们要学习 对你有好处 没有坏处的 所以佛在五量寿经告诉我们 一般念佛 有念五量寿经的人 应该会觉悟 也应该会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经上讲得很清楚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是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通通都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是无量无边的 是没办法去计算的 那你今天你要找普贤菩萨 你要找哪一位的普贤菩萨 所以我们学佛地址要了解 要明白 在这样学佛 才不会有迷信 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都是普贤菩萨的 所以下面很重要 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我要跟大家细讲 不能不说 不能不搞清楚 如果不说清楚的话 人家会说我们啊 佛教都在搞迷信 是不是真的 你们仔细地去看一看 一目了然 你们仔细地去看一目了然 比如说 我信佛了 我皈依了 也受戒了 你问他 佛是什么 不知道 鬼一是什么 不晓得 普贤是什么 搞不清楚 这个很多啊 所以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所以希望青年团 要认真的学习 所以这样啊 糊里糊涂啊 就学佛了 这个不是迷信 那是什么 我没有明了 佛教里头是学什么 佛法所求的 我相信大家都明了 是求什么 求什么了 我看下面的 求智慧啊 我再重复一遍 诸位要记住 求智慧 那智慧怎么求呢 怎么求呢 把这个字 为什么求呢 你看在禅宗里面 所讲的求免心见心 在我们净谱里面 是讲一心不乱 而且我们念佛的法门 都是有一个特别 不但求一心不乱 而且也求生净土 所以念佛法门啊 他是双求了 不像其他的宗派 只有单一专求的 而且念佛法门 这个目标 我们这一生当中 每一个人都有份 而且决定得到 大家如果把无量塑精 念懂了 你对这个法门啊 就丝毫不怀疑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们下个星期见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的目标是什么 求智慧的 所以今天呢 简单了 给大家先说明了 什么叫做正觉 什么叫做正等正觉 什么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就是佛教的名词 我们一定要清楚 无上正等正觉指的就是佛陀 正等正觉讲的就是菩萨 正觉所讲的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菩萨是什么 我们皈依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受界佛是什么 下面会慢慢给大家来解释 让大家能够明白 我们今天虽然佛教里面各宗各派的很多 但是我们学习的宗旨在哪里 我们今天学佛的主要的在哪里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法门 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呢 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个星期 礼拜三 我们再给大家学习 今天呢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呢 下星期三见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祝大家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我们来回向 愿以持功德 讲经功德回向 虚空伐介一切众生 回向 礼节 殷勤在主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法菩提心 尽持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呢 讲些比较晚 9点25分了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就注意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每一堂课 只能给大家 顶多讲到半个钟头 或者35分钟 最多40分钟 这个好好来珍惜 来学习 谢谢大家 晚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